看到有黑一家红米这两台手机的直接拉黑就行了 红米K60 Ultra包括一家A42 Pro 无非就是这两年之间见过的 我见过的 这个价位比性价比最高的手机没有之一了 它是直接就是无脑吞的手机 任何人都能买的 又是黑这个红米的IP68进水了 什么这摄像头起雾了 又有人黑什么一家的日本人代言的 说这个什么失手出口没有用 没有IP68 我跟你说 看到这种号直接拉黑就行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两台手机 它有什么好黑的呀 给我干懵了 亲眼听更搞笑 我刷了一颗视频说 IP68完全没有用的 说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反正掉的数据它都不给保 我真的觉得很懵逼 互联网环境真的是越来越糟糕 以前我们天天抨击那些线下机 现在线下机没了 大家开始抨击这些 性价比良心手机 给我干懵逼了 大家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学手机了 前两天有个粉丝把我搞得很懵逼 他问我脸 线线价外选什么手机 我给他推了这两台 然后他就说 红米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摄像头起步包括他这个发烫啊 什么总是黑屏死鸡啊 然后又问了一家什么质量不太好 什么的 我直接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呀 我就跟他说这两台没有问题 我用的又很好 他又保持那种怀疑态度 都不相信我了呀 现在我说的话他都不信了呀 然后最搞笑的出现了 他问我 IQ那个什么NU8怎么样 我真的懵了呀 然后又开始问我什么 那个华为Noah什么系列怎么样 我这两台手机会不会更好一点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说实话 拍着良心说 这两台手机 他都没有问题 更喜欢直屏的去买红米 更喜欢曲屏的去买一家 预算多一点的 对质感和充电速度有点要求的 多去买一下这个一家 对吧 然后你对什么IP68有要求的 对这个直面屏打游戏有点要求的 但性价比更高一点 想留一些其他的钱 去买一些其他的配件 那你就去买红米 我真的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 去黑这种性价比手机 去黑这种真正的良心手机 为老百姓着想的手机呀 既然这些手机你都把它黑成那样了 那你们告诉我 我们这些正常的人 不会选手机的人 我们应该选什么手机 还能看互联网去选手机 都去线下 被那些人宰 选那些顶摇手机 选那些noma手机 选那些绿拼不给宝的手机吗 还是选那些光明正大的欺骗消费者 一年出三代期间无限被刺的厂商 优化到现在 影像性面还没优化呢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厂商在做什么 可是我更不理解的是 无限去黑这两台手机 据说这两台手机不好的人 或者是博主 它的意义是什么 除了能让大家 完美地避开这两台性价比手机 去买更多错误的手机 还有什么其他的作品呢 我觉得做人啊 做一个博主 无论你掐不掐饭 无论你说什么东西 他的好坏 最起码 你要有一个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自己粉丝 一样的心关注小伙估计 至少